哈囉大家好 我是Misha 我是余余 余余最近因為新冠肺炎的持續發生 台灣已經有一百多個病例了 雖然衛生單位的防疫其實做的真的非常好 所以其實受到很多民眾的肯定 對啊 大家都說台灣政府上上下下 在各機關及民眾的肯定配合之下 防疫措施做得非常亮眼喔 對啊 但就是因為新冠肺炎的影響 所以其實大家都不太敢出門 甚至出門吃飯都怕怕的 所以大家現在都開始使用了網路外送的服務 余余你有沒有使用過啊 當然有啊 因為我是藍鬼 又是貪吃鬼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了台北食安州的活動現場 最近台北市衛生局推動了防疫不出門 網路外送食安水手茶的措施喔 還有網路美食外送平台的網路地圖 要提供給大家喔 這我一定會用 好 那現在就讓我們來問一下 台北市衛生局陳怡婷科長 科長 嗨 大家好 我們在防疫期間當然不要忘記 食安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齁 所以台北市衛生局呢 針對食安州 我們首波就推出在我們的食藥裝網路平台 開設的一個網路美食的外送專區 那這些外送專區的一個餐廳呢 它的來源來自於六大的外送平台 那這部分的話我們是針對它 可能在排行榜比較前面的 民眾比較優先選購的優先進行機查 那在我們食藥裝網路平台呢 它其實非常的簡單 只要進到我們的外送美食專區呢 就可以看到它最近一次這個餐廳的機查結果 包括它是合格或者是不合格 那如果不合格的話 它大概有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就把現場的照片拍給大家看 讓大家可以生令其境 所以說呢 如果你們要在點外送美食之前呢 你家隔壁的餐廳衛生局有沒有看過 歡迎你上我們食藥裝網路地圖 來進行相關的查詢 請坐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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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